我真的會不會多棒 咖哩公啊 好的東西 我應該沒有鏡頭了 沒有啦 喂 Good Morning Muzi 最近怎樣 所以現在人在桃園 我在台灣30天 流浪 流流流流流 終於離開台北 去到第一個線 然後我在想 這桃園住哪裡呢 然後我就知道 有一個application 是叫couch survey 最後一秒 就是來桃園的前一天 就是昨天 直接上網去找 可不可以找到地方住 然後真的找到地方住 所以現在在這裡密到host 然後他超級好人 真的超級好人 台灣的樂器 真的不是蓋的 我坐下了 已經覺得很舒服了 然後還要 說話要喝可樂啊 他們還做了三明治給我吃 我覺得不需要那麼客氣吧 跟我contact的那個人是 接我的那個人的姊姊 今晚會看到他 所以環境超級棒的 可以睡地上已經是很滿足 睡沙發已經是很棒 這也是不知道怎麼說我的心情 這個是好的東西 我應該沒有鏡頭了 現在就是他 沒有想過超越 給我一個房子 就是給我一個房子什麼 給我一個房間 然後這個房間超級美的 就是他整個設計是Santorini 你看到Gris的天空 藍啊 然後那些白雲啊 整個feeling就是Gris 看到這裡 Santorini 小白屋 太誇張 太誇張 它真的是perfect design 轉好快耶 看到現在是這個爛的 好快耶 我發現原來租車就是那麼方便 好,就去找 所以剛剛這支騎車從家裡到桃園車站 我們現在就是搭公車從桃園到大溪 大溪有什麼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因為Hospor的那個人是在大溪的原來 所以就是說去大溪啊 我也想看看他平常生活的地方 最平凡的地方有什麼好看 沒有好看,我也會看到好看的東西出來 在台灣的公車站好像 好像公車的,跟香港人是不一樣 所以就是感覺是,夜風車肯定得很久 因為香港就是超級快 因為行程有變,我們沒有去到大溪 現在在大南 在台灣,現在這個叫大南的地方 聽起來,不是City Center 我問了朋友,也是說不是City Center 但這條街就是舒服 所有店架起來,都變成一個很熱鬧的事 他真的是什麼都沒有 他不會每一個只是餐廳 也不會只是Seven,也不會什麼 你有什麼,要什麼,都架起來就對了 說一說話,我們就到了 這個,這個 網,東西天地 是什麼呢?沒有概念 繼續就知道了 但是進來,這裡好像一個OLED 的迪卡龍 朋友說是,法國的牌子 完全沒有概念,也完全沒有聽過 但是看起來這裡 他說很平靠,也很多人 看起來應該是很便宜,所以才那麼多人 相信我沒有想買什麼東西 但是還是,隨便掛一掛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完全的Sport Center 它是一個brand,然後 你所有出來的運動,大部分也有 好像沒有看到所有朋友,但是沒關係 就是買鞋子 買襪子 買很平凡的平凡的東西 然後從剛剛那個運動OLED旁邊 這是一個shopping mode 可以看電影,然後可以吃飯 超多耶,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會那麼多人 不是說大拿,不是吃吃東西嗎? 還是那麼多人 兩個加起來就是OLED的感覺 比OLED小一點點 但是就是很comprehensive 如果你想shopping的話 基本上運動有,然後吃飯有 然後看電影,滿不錯思念的一天 然後樓上B2,就好像你現在看到一樣 它是一個賣場 就是有朋友說在賣場賣 購物景是什麼呢? 現在看嘛 就是基本上它是一個白貨公司 所以基本上這個真的是OLED 你想到了,講不到了 對OLED 我在這裡,也是你想不到了 我現在認真想才想到 英國好像真的沒有這些白貨公司 這所有東西加起來的 它都是一個shopping mode 然後independent的店 在這裡好像有IKEA加起來 然後買supermarket 有pharmacy 就滿誇張的 跟你說啊 根據何靠的信譜啊 這裡才蓋了兩家年 這裡原本是一個毛巾的公廠 然後因為台灣的working salary go up,cost go up 所以就是freshly倒閉 然後幾本山這裡附近這個區 也沒有說很熱到很熱到 但是它自己是蓋了這個OLED版公司 吃的shopping mode 每次都做到的 複雞的房價也轉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community 所有人有一點點力 整個市區就變成很熱鬧 現在我們 一波美語,一波遊戲 現在就是來到新年夜市 他們說在桃園很有名 很有名 是不是很有名? 對,很有名的 好像是做那個節目這樣 是不是很有名 對 所以現在我們走到夜市 桃園夜市肯定是第一次來 我相信香港 發現很多台灣的人 也沒有來過這裡 我猜 他們 家在旁邊 只是去過三次 所以不只不數 再走多幾次就夠 逢角 我去過逢角 四年前去過四里夜市 這個夜市呢 跟我想的都不一樣 因為這裡是有頂的 有那個屋頂 感覺就是安全很多 下雨啊 火山爆發 颱風啊 感覺都可以在這裡繼續換夜市 就是感覺就是很棒 我也沒有說很多人 然後空氣也沒有說很不隆重 就是繼續換 很舒服 走起來真的很舒服 你們也肯定要來一來 我在香港那麼多年 所以我看過最不敢是 敢吃 看起來跟我平常吃的那個樣子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相信 味道可能差不多 我沒有想吃 看起來就是不一樣 發現這個是打香腸的遊戲 是超誇張的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 你十塊可以滑四顆 然後你打中五百分的話 相場二十條 這個是我的目標 然後才發現 最後一顆是沒有可能 達到五百分的 所以就算了 要溫油 中間 就是滑過去 然後再滑滑 滑到最後兩百分 兩百分 三百耶 三百分 四十個 所以是 好 我們是有糖果一顆嗎 是的 你打中的是 八十一百一十分 那我對它是糖果一顆 太棒了 那個叫糖果嗎 這個不是香腸嗎 這個糖果你吃得下去嗎 請你吃 好好好 好 謝謝 什麼啦 這是糖果一顆 好 送給你 麻木痛的經驗 嗯 以後不倒下降 五十年代的遊戲 不是我的遊戲 介紹一下水怪之明 沒有可能不介紹世界各地的水 我在歐洲是從來就是喝tap water 然後這裡 因為台灣的水沒有說很乾淨 就是有這些自己帶瓶子 十塊 然後放兩公升 它就是超級棒 然後它叫什麼 高溫消極能量 高溫 高溫 高溫消極能量 天然麥飯 天然麥飯 天也沒有天過 我再電視下去 你肯定不再看這個影片 偷雞無聲 不念了不念了 就是很多不一樣的chemical 然後震的 然後就過 喝完水 可能現在我不會喝 因為我沒有那個pizza 但是有機會的話 我要試試這個 一公升一塊 好像不錯 九六打碼謝謝 所以現在現在走完買水 是的 原來我以為那邊就完了 它還有另外一邊是玩遊戲的 不是打香腸的那些遊戲 不是老糖果的遊戲 我看到了 謝謝瓦戲的遊戲 這個叫做 Supple Tap 對 嚇我 你嚇我還是我嚇你 Muzi 謝謝瓦遊戲 瓦遊戲 瓦遊戲是我最喜歡做的事 因為我不能輸 我記得要叫什麼名字 感覺很重 我說那麼多 技巧是什麼 miya 吉 nineteen 好 質疑 擠 解架 學一下 擓位 描 是哪里啊 你是瞄哪里的啊 你现在跟我说你是看哪里的 这个然后要瞄这边 然后这个就是 第一纸线 好好好 哦中了中了 哦有技巧有技巧就会了 easy 加油加油 男生最怕就是射空泡 射不到就不是男生 他咬啊 射你的空泡 实际是超级好 现在就是我那个投圈圈游戏 应该是最后一位的游戏我相信 就是投投投投 这里你投到什么 这有什么 基本上你投到酒的话你就投到酒 投了一个感觉 用全心全意去投 然后失败的一个感觉是最棒的 但是投圈圈这里有那么多圈圈 感觉到 就感觉是永远投不到 我至少要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 对 所以就是威士忌最上面 这个田囡 我们就有一个游戏 我们有一个游戏 我们有一个游戏 可以 我们有一个游戏 回爪 這是那個回爪 好燙欸那個回爪 不錯不錯不錯 不錯 50比回來 掰掰 現在是不是來到強烈推薦的 為什麼一定要壓十七下 我在台灣走路看過很多黑糖 黑糖真的奶燒 然後我在想什麼東西來的 我很想喝一次 我又不想喝小吃的那些 小氣的那些 小氣喔 現在就是 十七下 有太多下會爆炸 沒有啦 十七下 十七下 所以是幾下 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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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下是 一 二 三 有幾下嗎 有需要這麼幾下嗎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那我 要回來就十八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就這樣子喝了 我真的喝欸怎麼辦 所以是 好啊 好啊 那你喝了 那你喝了 好啊 好 如果姐姐 姐姐說是怎樣喝的話 我就怎樣喝吧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十七下 她是算好的 十七下以後就是怎樣喝 有一次十八的話 她就會說 味道沒有那麼好喝 那個感覺 靈魂喝不出來 都沒救了 啊 我們現在不說那麼多了 我真的喝這個 啊 所以是 新人夜市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在這裡 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COUTSERVING 超級棒的 然後又是新朋友 超開心 也要玩 也玩到很不一樣的遊戲 然後姐姐也跟我說 說十七下不要 再倒過來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làm什麼 什麼 你們在這裡 有什麼 有什麼